回來了,剛才會檢查一下江澤民同志治喪委員會的名單 名單裏面是有的,他是委員會的委員 主任委員就是習近平,昨天我們說過 治喪委員會的名單裏面也有董建華,何厚華,還有梁振英 裏面也有夏寶龍,有些事情我都免得說 你說他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 有人說他是代表國家,我不知道,你說他是不是 我沒有所謂,你說他代表國家就是,我沒辦法 我不懂,說真的,你說是不是 有些人說他是代表國家,我認為他也是KOL 他只是有來的,好了,回來講其他事情 有時候我都,這些話題本來是不想說那麼多 但是還是要說,沒辦法了,因為這個梁先生 他有時候說的話,又是把圈畫大 沒有理由這樣畫大,其實我認為是不對的 好了,回來講其他事情 就是說說肥沛奧,他那個中國顧問余茂春說什麼 為什麼要說余茂春說什麼?余茂春他現在很大支 他代表了出來搞事那幫人 他就說中國人抗議的就不是清零 就是抗議中共政權 其實這次在內地發生的事情 現在看起來好像平息了一樣 但是不是的,我的理解就是 還有些零零星星的事情 還有人在這裡搞的 當然,上個禮拜 在太陽公那裡 有人拍了影片 在太陽公那裡有人聚集 在一起搞事那些人 就給一個官員 應該叫做... 我都忘了叫什麼名字 不過沒關係,總之在太陽公那邊 就不要讓外國勢力誤導 有個抗議者就出來說 你說的外國勢力是馬克斯和恩格斯 就是這樣 老實說 人家說外國勢力的時候 其實就很簡單 好像前美國國務卿 肥佩奧的中國顧問余茂春 他就是外國勢力 他現在在哪裏做事的呢 現在就是在 客得訊研究所 中國中心那裏做事的 就是這個余茂春 他早兩天就在... 這個就很奇怪了 他又不是在紐約時報撰文 他就在小報那裏 紐約郵報那裏撰文 他在紐約郵報那裏撰文 他就說... 他就說... 剛才我說的其中一個例子 他還有舉過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在重慶街頭 就是一個抗議的人 就跟民眾說 世界上只有一種病 就是不自由和窮 我們現在就全佔了 他就說不自由無靈死 在警察試圖逮捕他的時候 圍觀那些人就搶犯 就把這個哥哥 在全副武裝的警察裏救出來 這是余茂春舉的例子 他就說 現在反對的就不是... 就是... 防疫那麼簡單 就是... 反對中國政權嚴酷行為 和上週末爆發抗議活動的根源 這些都不是真的跟新官有關 而是涉及到... 共產主義和自由之間的戰役 這個余茂春已經寫得這麼誇張 其實就... 那麼... 這個拖得車他就問 這個... 余茂春 和鄭國欣一樣 外國人扮中國人 他不是...他是中國人 他是華人來的 他去了美國 他現在當然把他認知的中國的訊息 告訴美國人 其實有很強的誤導性 他認識的中國呢 其實就是... 他是... 在哪裡來的呢 其實... 就是... 這個人呢 就是這樣的 他... 本來就是在國內的 他... 他... 這個人... 先說說他的歷史 他就是... 在安徽省東部出生 在重慶成長的 當然他經歷文革 他就在南開大學的歷史系讀的 他就追尋這個文革發動的歷史 那麼... 當然他在南開大學那裡 就認為 學習大學必修的唯物辯證主義 這個教條式的歷史觀 是浪費時間 那麼... 他呢 就... 通過收聽這個美國之音 就受到美國的感召 這個... 余茂春就是這樣的 那麼... 那麼... 你說他... 是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 那麼我認為不是 他其實... 是... 就是... 怎樣離開中國的呢 其實就是1989年的時候 他... 積極參與這個... 民主活動 那麼... 其實... 他什麼時候去美國的呢 他就是85年的時候去美國的 其實就... 那麼... 他就在賓州的... 那間叫做... Swarfmore College Swarfmore College 是私校來的 那麼... 那... 我有一時呢 我看到... 就是這些東西呢 我就覺得... 就是他的家庭背景呢 我就... 打一個問號 就是... 為什麼我會打一個問號呢 你... 一個... 八十年代 就是... 離開中國的人 去美國呢 是可以讀師校的 可以獲得一個碩士學位 那麼... 你自己想一下 究竟... 他本身是什麼人來的 我自己對他 就很懷疑 這個人 就是... 那麼... 汪盧 多謝你的支持 那麼... 回來講一下 這個余茂春 這個曲街說什麼 那麼... 你說他是不是漢奸 那我就... 不知道啊 這個人是很有趣的 他說 他的看法就是 中共的意識形態 一直有一個顯著的一致性 他就說 那麼... 《四十世紀五十年代》 毛澤東 相信 戰無不勝的 中國共產黨 可以消滅中國所有老鼠 和麻雀的思維 是一樣的 那麼... 這個講法呢 其實就... 不是很對的 就是我認為 就是... 他這一種講法呢 是... 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疫情是還疫情的 就是... 國家其實... 或者不只是國家 世衛組織 都是曾經成功消滅過一些病毒的 就是... 令到那個病毒呢 就不在... 那個世界上面傳播的 其實... 就是... 如果他用... 自然界具有完全的可塑性 還假定黨完全無懈可擊 戰無不勝 可以輕易摧毀自然和科學 那... 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人呢 他... 其實... 對西方有一個誤導性 就是... 有些人認為他講的話是真的 那... 問題呢... 就是... 習生他講的話呢 就沒有... 否定... 這個... 自然界 其實呢 要跟人是共生的 也都... 習主席呢 是沒有假定過自然界 具有完全的可塑性 還有一件事呢 如果你有看習主席所講的話呢 就是... 他沒有假定這個黨是可以完全摧毀自然和科學的 是... 要尊重科學規律呢 以及... 保護自然環境的 這個習主席所講的話 所以... 很老實講 他這個人呢 他講的話呢 就失敗了 毛主席他可能有些事情 當然基於那時候的認知是有局限性的 那... 有... 局限性的認知 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那... 現在知道了那個認知是有局限性的 有些事情根本已經是改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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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他就說 你不要說現在不除四骸老鼠 真的已經多了很多 其實... 這些就要找到鼠王昏去處理 其實... 我也說過全世界其實都很多老鼠 這是沒辦法的 就是現在這個世界就這樣 他的老鼠也是幹了 所以也是沒辦法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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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他就說難怪因為維密辯證法沒有學好 他這個人其實就不是說沒有學好維密辯證法 他抽了裡面的一些東西去說 其實我認為是 他就說這個共產黨的動機是一種純粹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 這個我就不認為是這樣的 根本不是 他就說這種激進的烏托邦願景蒙蔽之下 中國共產黨對其人民的福祉一貫缺乏同情深 過去典型是農民工和農村窮人遭到更大的影響 其實這次有一點他講得對的 我也要講余茂春有些東西講得對 這次他那個動態清零 他就說是全面清零封鎖 其實就不是動態清零的都不是全面封鎖 你說影響了擁有財產和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和富人 這個我要講 有些東西是對他說的 有財產和打份比較好的工作的人 其實有些受影響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受過教育的人呢 就一定在國內就是中產階級和富人 其實就不是 如果你在事業邊那些打工 老實實 你要做中產階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余茂春就說這樣做就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全國各地數百萬計的中國人 來自這個被壓迫國家的各個階層 現在甘願冒著被捉被打 甚至是被殺的危險 站出來反抗他們的壓迫者 這一種說法也是 不準確的 其實大家都看過一件事 就是在廣州出來搞事那些人 就是在海豬廣場 叫海豬區的人走去海豬廣場 但是聚集在這裡 我們這樣 都不知道 海豬區 的人呢 是去不了海豬廣場的 好了 這個小白就說 最麻煩的就是真假混合 這個誤導性是很強的 這個誤導性是很強的 其實 余茂春他有說到 他說這次全國性的抗議活動 其實國內真的沒有全國性的抗議活動 他就說現在有了 他其實某程度上都是騙外國人的 這個 仆街 他騙了外國人之後 又是賺了吃就算了 他不打算說要賣美 這條仆街 如果外國人聽他說的話 他真的是吃糞了 這個真是糟糕 他就說 他說呢 駁斥了西方國家的固有看法 西方對於中國基層百姓抵抗中共的 可能性 普遍持悲觀的態度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出來反對 就不是反對 那個動態清零的政策 放心 而是反對層層加碼 其實你現在看到有些東西是反對層層加碼 但是有些人當然是借反對層層加碼去搞其他東西 所以 這件事就難搞就是這樣的 那麼 余茂春他也說 他說那些人走出來 就是受到四通橋勇士的啟發 我講一講 你一般人是不是真的可以 沒有人的幫助之下 可以在四通橋放了火 然後就拉一個橫額 還放一個大喇叭 其實 我真的講一句實話給大家聽 如果沒有人在後面 配合他 這樣搞呢 不可能做得到 在北京 因為其實北京很多地方都是有監控的 如果 沒有準備 或者沒有內奸的話 這件事 就是在四通橋之前我有節目講過 是不可能發生的 好了 車車車就說了 就算阿春說的是真 都是幾十年是真 幾十年前是真 現在中國憲法第26條 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 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國家組織和鼓勵直樹 造林保護林牧 是啊 其實這個是胡亂說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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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就說 A4指五大訴求有講政治嗎 昨天有一節節目有講到他 說五大訴求是什麼 你可以回去聽 現在 余茂春 他當然 散播了一個恐懼 就說 中共 考慮對抗議者進行殘酷的血腥鎮壓 其實你看看現在有沒有血腥鎮壓 其實就沒有 就是他們說血腥鎮壓 這根本又是屈中國的 其實就是 余茂春就說 中國人民比任何人 都更加了解他們的政權 他們不單止看到中共的 本質 他們還向外看 看到中國可以發展成 怎樣的樣子 中國抗議者在街頭播放 是三年前 香港抗議者的戰歌 即是說 Mr.Rub 即是 裏面那首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這首歌 你是不是聽到人民的歌聲呢 那這首歌是要唱 不會再做老弟 這個余茂春說的 小白就說這個人真的很吹得 都可以把幾十年前一堆扯在一起 是啊 他就是 有很多事情 他的事的角 其實停了在 1980年的時候 這個余茂春 所以 很嚴重 但是你想一下 究竟 他的背景是什麼呢 老實說 改革開放初期 能夠 這樣走去美國 即是他讀完 這個學士之後 在南開大學 讀完 本科畢業之後 他可以 有辦法 走去美國留學 接著 那時候 你要記住 那時候是85年的時候 接著他89年 就 不斷參與中國民主運動 這個人 你看一下你就知道 這個人 究竟本身的底色是什麼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說 相反 中國的武裝力量 就是警察 保護 做了抗議者 沒有被中打一鑊 是啊 在海豬 廣場就是 海豬廣場的群眾 就是小爆 出來搞事的人 有證有據 那當然 這個 余茂春 他就這樣說 他說 現在 自由世界的領導人 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有必要公開 表達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支持 和對 中共鎮壓的譴責 那麼他也有寫到 就是說 現在 中國 出現這麼多問題 你們外國領導人 一定要承擔這個責任 不得含糊 瘋狂到不得了 那麼林寶王就說 剛始於直 已經將這個文革的 批斗 入了憲法 嚴厲禁止 當然有些人就說 他是漢奸 其實 他在美國 做得很好 在美國 這個人 他之前是佩奧的 護民 這個人 所以我就說 他 找到吃的人 但是他說的話 其實有很多都不是真 當然 有些網友就踢爆了 就像Cony Chan那樣說 他一定非負則貴 有很多 不為人知的秘密 他都不敢說他的背景 我告訴你 如果你看到 機百科 他的背景是隱瞞了 有些東西 我們 這些人是很清楚的 你究竟改革開放 初期 你一聲 可以去海外留學的人 究竟那些是甚麼人 我們 說真的 真是很明白的 你們這些 就算不是真是很有 關係的那些人 都是很懂得轉型的人 哈哈哈哈 講到這裏就算了 Karen Chan就是意圖勾結外國勢力 他現在是外國勢力的一部分 這個余茂春 哈哈哈哈 莫叫姐姐 就說聽到都上火 小人日日抹黑中國 他們現在就是 說這些東西 但是 說真的 西方主流 是不是 會聽這個余茂春 我告訴你 現在不會 暫時不會 因為他出文 只能夠出在 紐約郵報 就不是出在紐約時報 但是如果他 這些文章 可以出在紐約時報的話 那就 那就麻煩了 我就告訴大家 所以我就說 現在的情況是不算麻煩的 現在的情況 因為他都是在小報道出的 那麼 佐特就說 他的底色就是姓芳 那麼 我不知道 你們說而已 他底色是什麼 我當然 老實說 就是 他有他的看法 其實 這次疫情 我看到了一件事 我也說一說 我自己的觀點 就是 有很多地方 其實最初都是 一定要用 封控的方法去控制 現在那個問題就是 在國內 有很多人傳謠 其實一直都有 但是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闢謠了 其實說真的 他們是贏了 他們的勢是贏了 他們一直傳一個謠言 就是說 這個新冠 其實中了都沒有東西 好像重感冒 這樣而已 現在有很多人是這樣傳的 我自己就試過很多次流行性感冒 我中過很多次 但是我都沒有試過咳血的 我告訴我自己個人經歷給大家聽 就是我打了疫苗 中新冠 打了三針中新冠 我是 咳到出血的 那個喉嚨 是 大家就想一想 究竟是不是人家說得 好像普通流感那樣簡單 有些人說 我是無症狀感染 沒事 是啊 當你接觸病毒量不夠的時候 你是無症狀感染者 但是當你接觸病毒量夠的時候 或者你的身體的 抵抗力 不知什麼情況下 弱了的時候 你就自己自求多福 就是 坦白說有些人 還在傳 新冠沒事的 什麼什麼 我們這裡封城的時候 我都講過一個例子 我們這裡封城 就是Delta的時候封的 我們有些朋友 就說封什麼 這些都沒事的 重感冒而已 你看美國也不用封 英國也不用封 為什麼新西蘭要封 為什麼澳丘要封 有些朋友是這樣的 那些還要做大生意的人 好了 到了Omicron 他自己中了招 然後就說 哎呀 幸好原來那時候有封 幸好那時候政府是封兇的 封城的 幸好 中了新冠 原來這麼辛苦的朋友 打了三針 那麽 Omicron 原來這麼辛苦的 原來 哇 真是死得了 原來 很糟糕的 我都講給大家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好了 那算了 講到這裏 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回來 我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我講廣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